故元居士 往生故事 造了一座小楼 独自住在小楼里 精修禅观 故元居士每天五更起床 敲着大木鱼 高声念阿弥陀佛 就在他住的小楼旁边 住着一个屠夫 每天也是五更起床 起来杀猪 有一天屠夫起晚了 他便责怪他的妻子 为什么不叫醒他 妻子说 你没听到那修行人 天天敲目于念佛吗 你每天杀生 自己不知罪 还来责怪我 屠夫很有善根 听了妻子的话 心中非常惭愧 从此以后 屠夫仍然是五更天起床 只是不在杀猪 而是站在故元居士的小楼外 听他念佛 有一天 故元居士的儿子 来给父亲送早餐 屠夫看到餐盘上 有一碗汤圆 就询问 汤圆县里 有没有放猪油 故元居士的儿子说 这是素油做的 故元居士 听到外面有人说话 就打开了房门 他看到屠夫 有些诧异 屠夫解释说 自己每天听居士念经 很有感悟 不想再做屠夫了 希望故元居士 能度化他 故元居士 见到屠夫的变化 非常高兴 请他每天早上 来小楼 和他一起念经 故元居士 跟当时七峡山的 云谷禅师 交往很好 常去七峡寺禅修 有一天 憨山大师到七峡寺来 看见一位修行人 像姑贺一样 非常安闲 走到近前 这人眼睛动都不动 好像超出世间 神情洒脱 憨山大师 粘里设立塔时 设立塔上忽然现五色光 憨山大师当时很惊讶 就问云谷禅师缘由 云谷禅师说 这是故元居士 在做西方官 后来 故元居士 显现有一些小病 请当时的明僧 数人念佛 一会儿 他妻子走过来问 怎么整个屋子 都闻到了莲花香 大家也都很惊喜 故元却像平时一样平静 徐缓地对旁边的僧人说 我坐在莲花里 已经半个多月 见到阿弥陀佛的法身 周遍虚空世界 世界都是金色 佛看着我微笑 提携我 又用袈裟覆盖我的身体 我决定要去西方了 听到这里 他的孩子哭着请求 我们这些孩子怎么办啊 父亲不要死 这时 故元就说 你说我是死呢 还是生呢 你难道 没有观看过日出日末吗 日生出于东方 而隐没于西方 但太阳果真隐没了吗 他修行到一定境界 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走 到了这一天 故元居士沐浴更衣 端坐儿时 房间里三天都飘莲花香 屠夫听他念佛 断纱叶 命中莲花散香 是吉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